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21号下午 微软副主席间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发推宣布 与任天堂签署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协议 承诺把Xbox游戏带给任天堂的玩家 其中关键是使命召唤 官方公告强调使命召唤 不但会和Xbox版同天在任天堂平台发售 游戏功能与内容也相同 实际上这类新闻去年12月就有了 主要就是为了打消业界 对微软收购动势暴血 在后续可能造成垄断猜忌 所以虽然上一部在老任家为由的COD幽灵 距今都快十年了 但现在讨论COD系列 什么时候会再次登陆任系平台太早 微软还在想办法搞定欧盟反垄断机构呢 不过倒是正好可以展开下 大家一起来聊聊 从今年老任第一场直面会开始 就一直有很多朋友们来问的心机话题 开始前线说明 我们都不是救救党 只是根据传闻加上经验 尽量贴近现实去瞎猜 图个乐 千万别当某阶段购买参考一句哦 去年底薯毛社DF曾透露老任 有过Switch中期更新的计划 不过后来取消了 公司现在把资源集中在下代产品上 他们推测老任不会在二三年推出新产品 再根据去年来自各方信息比对 我个人认为这个推测蛮靠谱 即今年老任不会再发售新的硬件产品 啊限定机不算 这几年传得沸沸扬扬的半代升级版 应该不会存在了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可能在什么时候发售 今年毕竟有王国之类 5月前后能再带动一波硬件的销量 甚至如果这一作依旧能保持水准的话 今年的硬件销量可能都不用筹 所以我估计公布下代产品 最早也要今年底 明年的可能性最大 正式发售可能要等到25年年中之后 这取决于老任的备货和游戏发售计划 因为今年我们已值接下来的第一方新作 有王国之类皮克米斯 以及异毒之刃三喷射三大型DLC 前不久老任财报显示已卖了 超过2061万份的宝可梦珠子 今年大概率会有DLC 王国之类也很可能有 老任下半年肯定还要画饼 再加上第三方各种已知或未知作品 今年随取游戏阵容压力并不大 而明年除了有可能发售密特罗的Prime 4 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能正常的 最近在接受IGN采访时 公本帽透露过马里奥新作一直在开发 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帽术是懂官话的 奥德赛已经发售了将近6年 所以现在普遍传闻 3D马里奥新作是压得不公布 为了给下一代平台护航 确实很有可能 而2D马里奥在传言进入了开发的后期 有可能会在年内公布 4月马里奥大电影上映 如果年中能公布个马里奥题材 任何一个新作 效果都最理想 另外还有传闻 老任在和外代合作 开发马里奥棒球新游戏 这部分总结下 下一代产品今年肯定不会发售了 从公布到开售需要个宣发周期 五月王国之类是去年就确定了 所以官方公布最早也要等到今年底 我觉得可能性很小 明年限时点 下半年直播会画的比较届时可以做个参考 不出意外的话 直到明年上半年 任天堂在游戏阵容安排上 不会有多大的压力 然后来猜猜新机的硬件方面 Switch因为主打功能创意和任期特色游戏 机能一直相对弱势 所以很早围绕半代升级版和技术更新 网上早就有数不清的推测爆料 之前因为还是讲半代升级版 所以基本都是围绕了提升性能的层面 去年上半年开始陆续爆出下代产品时 目前传的最多的是可能搭载英伟达T239SOC 真假只有老任自己知道了 其实既然是讲下一代 特别是对于任天堂游戏设备来讲 相信很多玩家们也非常关注新的玩法创意层面 不过很遗憾 这部分目前是一点靠谱的消息都没有 光从网上流传的一些专利爆料 也不好判断出什么 老任围绕的硬件和游戏设计 每年都有一堆专利 尤其硬件甚至可能会在一些渠道进行测试 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实际应用在产品里 虽然不好猜 我倒有两点自己蛮相信的 根据最新的财报 Switch已累计售出1亿2255万台 无疑是成功的一代游戏设备 除了老任自家游戏水平够硬 比如口碑爆棚矿野窒息 卖了超过5200万份 今年还在更新DLC的马车吧等等等等 Switch功能设计上的创意也绝对不容忽视 首先是能无份切换主掌机一体设计 19年Switch Lite推出后 市面上以往那种传统的拥有自己针对性游戏阵容 更强调便携或特色功能纯掌机 因为市场因素实际上已经渐渐退出5台 并且掌机从头到底一直是老任拿手相 或者说非常非常注重的一块 另一个特色是Joycon可拆卸分享 一方面配合Switch的便携性 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与他人分享共同游戏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能结合例如体感 用一些更具创意和趣味的方式去玩游戏 我个人认为Switch这两大特色都应该保留 它们对于之后老任的平台都是可以长期沿用的理念 我相信Switch的大部分玩家们都早已习惯了想大屏幕玩就接上底座 想随时随地随手拿起就玩时 享受嗓机还有桌面模式带来自由和便利 Joycon除了有助于剑正环大冒险 竖身拳击 武力全开等等 利用体感和创意玩法作品 关键还结合Switch上数不清的各种类型本地多人游戏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给众多玩家们带来了一起玩的欢乐和回忆 性能表现上到相对要好猜 都下代产品了 主掌机模式能跑满Switch分辨率上限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之前直播时大家一起调侃 有部分朋友觉得掌机七英寸屏 720P还是糊 其实一方面Switch上很多大型游戏 主掌机模式都没有达到分辨率的上限 另外配置高功能多 最好价格再便宜点谁不想 但现实点来想 如果不出意外依旧有掌机模式 需要考虑续航重量性能与散热 还有成本定价等因素 我自己根据从Win掌机到Steam Deck用下来的经验 除非有技术突破 720P可能是个比较实在的平衡点 主机模式再到不了1080P简直无法想象了 下代机型不管是24年还是25年发售 它都是要用几年一个世代产品 反正我是想不出往后几年 还能有个大屏幕下不足1080P的主流游戏设备 再大胆点猜测 其实大家多少也有听到过 新机有可能通过渲染实现主机模式4K分辨率 这点我觉得也很有可能 其实相比分辨率 我自己更在意流畅度 第一方游戏在下代机型的主掌机模式 实现60帧应该不难 独立游戏也没什么问题 但第三方大型游戏还是要看优化 游戏加载时间估计会比Switch要普遍快不少 讲到这部分 还有个几乎和新机什么时候出一样 从去年底开始就有很多朋友来问 Switch游戏在下代设备能否兼容 官方有过几次比较模糊的说法 我个人倾向于能兼容 Switch这一代用户基础庞大 游戏销量也很不错 如果已有阵容在新机上能有更好更稳定的表现 对于新老用户都有的很大的吸引力 我自己也是有着一堆Switch游戏 因为分辨率和流畅度留下了不少遗憾 如果新机能兼容 我肯定要重温一遍 以上全部都是结合近期消息和直播室 大家讨论瞎猜罢了 抛砖影域 大家一起聊聊展望下 性能提升是肯定的 Switch主掌机一体和Joycon设计 大概率会保留 个人觉得下代产品肯定会有新的玩法创意 这一次是否还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就看老任的本领 所以要是冲到王国之类打算买Switch的朋友 最起码今年99.9%的可能性不会有新机 我说的不算 看这一期评论区和弹幕大家的意见 明年发射的概率我觉得顶多一半 但后年要是还不错 其他的我没什么想法 3D马里要新作 老任你赶紧给我交出来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